按一天的念复速度 三万生需六小时 但五一大师开示 得生与否全在信愿之有无 品味高低在慈明的浅身 第四理解 慈明之浅身是指信愿的浅身 不是指慈明的多少 应如何理解 五一大师这个话是非常正确的 能不能往生就看有不有信愿 为什么呢 由于阿弥陀佛的救度众生的大愿早已成就 如果以我们的信愿一感通道 弥陀的愿力就在我们身上体现 我们就能往生 这里不再念佛的功夫 但是念佛的功夫在信愿感通之后 仍然有作用 你想增上往生的品味 你念佛的功夫念得生 你品味就会高 你念得浅 品味就会低 这里面主要是指慈明的功夫 但这慈明的功夫里面 当然也包括信愿的生前 为什么 我们常常要说你支持这个名号 有一个心态是要以信愿来庄严的 这个信愿就等于发菩提心 你以菩提心 以菩提心去念佛 这个佛号感通 佛的愿力的力量就更大 就好像面灯浩瀚的大海 你要摇海水 你拿的是一个很大的容器 一摇就能摇很多水 一样 这是广大之心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 建立信愿之后 还是要谈功夫 这里不能偏肥 信愿行三者如顶之三足 缺一不可 而且三者会形成良性互动 由此 我们凡夫众生 实实在在用功夫 还是要用笨拙的方式 技术为好 偶一大师自己就是提倡技术的 他在一个开示说 我们技术每天或三万 或五万 或七万 或十万 古人他修行 真的是为生死心切 是动真格的 不是来作秀的 三万是偶一大师提倡的底线 本人呢 借于现代忙碌的社会 大家工作很繁忙 我都不敢提三万底线 最后提了个一万的底线 至少念一万 但对于出家众和退休的人 可能我会提的多一点三万 如果没有什么事 多多一善 多念为好 三万生只要六小时 你试问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六小时只占到了四分之一 如果你正是生死心切的话 你说四分之三的时间 都在做轮回之夜 难道四分之一的时间 做点出离之道 都不能保证的话 你怎么能够证明 你是生性切愿呢 所以大家还是要从技术念佛下手 你说你有没有信任 我们没有办法去评判 因为信任是一个很形而上的东西 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你能够一天念上三万五万七万 尽行送你都能坚持 这就证明了你有信愿 如果你没有信任 你不可能能念的这么多 也不可能不简单的去念 所以你的理上的东西 要用事项上的东西来表达 理事要伤悖 理事要圆隆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技术念佛上 还是不要放弃 又不要去讲大话 我就常常听到一些居士 包括出家中讲大话 哎呀 我念佛 我不念自念 念而无念 你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还是 祖师都在跟我们表示 每天恰诸 不谈弦不说妙 六字鸿鸣 针锋调 忠则禅诗 建立廉词盛会 也是让大家画十字 念了一万画一痕 念一万画一痕 都得要技术 而且最好有一个功课册 我们东宁是做了一个小册子 叫东宁联绍功课册 这就是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复照 你把那一车念完 就是一亿四千四百万圣佛号 那你拿到这一本 而且不止一本 你说你多么放心 我念了若干亿的佛号 十神一生都能往生 我念了多少亿 你多么安心伟贴的 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品位就会增上 你念上十亿 比你只念十万的人 那品位肯定要增上 没有问题 希望大家在这里用功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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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